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看看这个bootargs中 我们设置哪些东西 还是一样 第一个root不用说了 那么这个root呢 我们一般来说 那个因为是nfs 所以说root的话呢 一般习惯是这样写的 一般是这样 有些人喜欢就这样写nfs 可以啊 没有问题 那一般也能找得到 还有一种写法 就干脆这样写 写dv还是dv 所有都在dvnfs 就说告诉你 我没关系 我还是在设备中 什么设备呢 nfs这个设备去找 同样的你光有个nfs 是不是只知道 我们的目的的设备 是网络或网卡 但是网络中 我们一再强调一个问题 谁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网络环境中 第一个是谁 是谁作为服务器 我得找到他 对吧 第二个一旦冲为 当服务器过后 那这个服务器的 就是哪一个目录 或者是哪一个端口 来作为我们的使用的 对不对 所以我这些都要知道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光有一个root 你也不够 在这个地方呢 关于设备信息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设备信息中呢 就要又多一个 什么呢 不是initrd了 而是一个叫做nfsroot 这样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怎么设呢 我们来看 这个变量设法是这样的 它就直接跟ip 然后冒号跟你要共享的目录 这个跟那个mount有点像 有点像 我们来看 就说192.168点 比如刚才我们现在用的是10网段 对吧 我这个那个虚拟机 那个是10.110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 就说你root等于这个符号的时候 那么内科就知道 我要去找10.110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没完 因为你光找到110 我们说你 你只是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对方那个服务 是哪一个端口 或者是哪一个什么 哪一个具体的应用东西 你没有告诉他 对不对 端口不用管 因为端口NFS是标准的 那剩下就是什么 剩下就是看我们要挂什么目录 所以说在冒号后面 直接跟你要挂的目录的 那个绝对路径名 记住是绝对路径名 就是说从10.110下的 跟目录下的什么 home rooky下的什么 worker下的rootfs 那是不是这个目录 刚好也是我们NFS设置的那个目录 好 如果这样一写完之后 说明我们对方 大家可以看到 内核找到他了 对吧 而且找到是谁了 对不对 好 那是不是ok了呢 好 理论上应该也没问题 但是呢 这还是有个新的问题 因为内核一旦起来过后 内核还是死网端的 就是我们因为一个客户端 一个服务端 对不对 那么现在服务端 我已经找到了 但客户端在内核启动过后 Uboot是不是已经 已经丧失主动权了 那这个时候 他原来设置的那个什么 环境变量那些东西 还有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说内核这个时候 其实是处于一个什么 无IP的状态 所以这样的话 一旦挂载的话 我们其实是找不到对方的 因为我们说客户服务器 我们至少在我们的网络层 也就是IP层 是不是至少在一个网端上 我们才能找到对方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需要再设置一个IP 记住 这个IP是设你的什么 Linux系统的IP 就是你是谁的意思 你是谁的意思 好 那这个IP呢 我们设成这样 192.168.10 只要不110就行 对吧 只要不重复就行 比如说我们换一个 比如说122 好 这样一个IP 好 那这是我们设完了 然后呢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你看root 这一分支是不是做完了 那剩下还是一样 init 因为没有变 因为我们的这个 那个文件系统 是不是还是这个文件系统 对吧 init 然后console 等于tty sac0 好 然后还有一样 逗号115200 好 你看这样是不是bootargs 就已经完全设置完了 剩下的部署 部署刚才说的 已经做完了 所以说你看 所有文件系统稍写 其实思路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下面一样 我们来试一试 好 还是一样 在窜口中呢 我们肯定要重启 因为现在板子已经是Linux了 好 那么下面呢 pri一下 我们把这个bootargs 重新设计一下 setenv 这呢 提一点 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说呢 习惯是单独写一个文本 就是你把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命令 写成一行 然后你复制粘贴就是了 要让你每次都敲 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当然我们这呢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 因为你这个敲的字符比较多 如果你敲错了 你经常要删除 对不对 而我们uboot呢 以后我们会看到 uboot中 它这个地方的命令行提示符 就是它有一个标准 输入缓存 如果你的那个连续操作太多 很有可能 这一行 其实它最后在内存中 表现形式 就跟你敲的 看到的是不一致的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就直接复制粘贴 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 我们这呢 先自己写下 bootargs root 再回忆一下 dv下的nfs 对吧 然后nfs的root 比较等于 Tit 等于什么呢 192.168.1010 10 110下的 就把你们那个刚才那个目录设置就可以 home 我叫我 home Rocky 然后work 然后下面的nfs 那个rootfs 好那就ok 然后还没完 我说还有ip ip我们等于192.168.10.122 好没了 这就已经设置完了 然后init等于根目录下的linux rc 然后console等于ttysac0 然后多号115200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启动参数中 关于这个pazer 就是告诉newboot 告诉内核的信息就配好了 剩下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要把它先把它放到 内存的一个特定位置上 然后呢就把这个数据就告诉他了 800 uemage 好这地方刚才没有重启 刚才重启可能没有对 那我们重新再来 这样的话 因为我现在不能重启 因为重启过后这个值是不是就没了 对吧 我们重新来一下saveinv 好这样就保存不用再写了 好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这可能是跟超市有关的 好接下来呢 我们重启一下开发板 刚才可能是那个网线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把刚才的一个uimage下下来 好那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再看一下 之前的bootargs的部署方式是这样 然后我们呢 对于这个部署来说 我们文件系统就不用再部署了 因为你在服务端只要是那个开放出来就OK 好吧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直接启动内核 那这个时候他就根本就不会再去找 那个板子里的那些资源 好回车 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其实你也发现了 你看这个mount的后面是不nfsfile system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nfs其实也相当于通过网线把我们的根挂上去了 然后呢 当然这个地方的开发就比较方便了 比如说你看我在我们的windows下 windows下那个linus下 还是一样 我们进到那个work rootfs里头 比如说我这样 我echo一个 比如说那个abc 到我们的什么 这样吧 我们换一个思路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目录下 我随便编辑一个.c文件 你可能没问题 因为这是linus系统 对吧 比如说就是就说我们比最熟悉的linus下的hello world 当然了这个呢 后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机器上 可以把你之前学网络编程啊 等等那些方式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运行起相应的那个服务端和客户端 然后进行相应的操作开发调试都可以 但我们这先简单一点 printful hello world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return 然后回车 好 当然呢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1.c 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再看这儿啊 这是我们的板子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1.c对吧 所以因为是同步的啊 因为是同步的 所以呢 剩下没有完 我们怎么的 我们就编译它啊 因为它这个是可编译的 对吧 记住这个地方千万不用gcc 因为gcc编的是x86的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用我们之前做的交叉编译器啊 并下的arm-linas-gcc对吧 -all build 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1.c编译出来啊 因为这个时候编完的这个file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build呢 其实就是arm体系结构对吧 我们这个x86上运行不了的 但是在我们的板子上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build是有的 看到没有 我们运行这个build 一个回车你看 是不是在板子上就运行起hello world了 那既然能编译出hello world呢 自然而然编译其他程序是不是也是处理旁通的事情 看到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呢 NFS应该说是我们在实际开发中那个debug方 debug方式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NFS 好 那么这个呢简单提到这儿啊 那么可以可以想而知啊 NFS呢 主要目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实际开发中啊 用于比如说我们驱动工程师开发调试驱动啊 调试那个那个内核模块的时候啊 或者是我们应用程序工程师啊 在测试一些应用程序在板子上实际运行效果的时候 都可以利用了一种比较简便直接的方法啊 那么RAM disk呢 我们再提一下它的特点啊 那么它的特点呢 是在内存中运行的 自然而然就是掉电一丝 就说我一旦写进去的数据呢 如果一旦关电啊 或者是一旦重启 那么肯定是没有的 对吧 一般呢 在我们有些场合中 比如说用户随便配 然后最后我们复费一下 或重启一下 让我们的系统 那个就是那个恢复原来原样的话啊 那这个RAM disk可能用的比较多啊 像某些路由器中呢 我们可能都会用到RAM disk 来作为一些核心设备 核心设备 然后把某些东西呢 就是因为你每次重启过后 你的路由器相当于又是个新的 对吧 那只是把有些数据呢 单独放在一个特殊的分区就可以 所以这是RAM disk 所以总的来说呢 对于我们整个系统移植呢 其实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其实就是三大组件啊 Uboot的烧写 然后内核的移植 内核移植呢 是需要一个条件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中的一个先重点 就大家一定要先把整个内核的一个启动过程先了解到 好那最后呢 我们也相当于一个是留个作业 二个呢 我们稍微演示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的只是做了一个测试 那这个测试中呢 最终我们是需要做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一上电就把整个系统跑起来 对不对 就按照我们已经做好的文件系统把它跑起来呢 对不对 好那我们呢 给大家引入一个就是自运行啊 就在我们系统中有一个叫做 好的 我们系统叫叫做自动运行啊 自动运行 所谓的自动运行呢 在我们的这个Uboot中啊 其实大家注意就两个命令 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bootDelay 就是这个环境变量 然后一个是bootCMD 就是两个两个命令 如果说呢 那我们把这两个命令啊 给它去掉了 去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发板一上电过后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 不会有倒计时的那个功能啊 这个Delay其实就是倒计时多久啊 CMD就是倒计时过后 我该运行的这个命令 运行哪个命令 好 但这个呢 大家可以先来试验一下 我们就稍微演示一下啊 比如你看我重启开发板 好 重启开发板过后 大家都知道这地方是有个倒计时 对不对 你要按任一键啊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去掉 你看比如pri 过后呢 我们setenv 我这样 我把boot delay 删掉 那setenv boot CMD删掉 删掉过后呢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当然我这个地方呢 为了那个后面 我们因为做实验 所以我们这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我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好 那这个时候你看我再把它save一下 saveenv一下 你看这时候我再重启 好 大家看是不是这地方倒计时就没有了 看没有 所以说呢 也就说 其实啊 我们要想让系统启动过后 自动运行这个程序 你就可以把什么 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boot delay啊 设置的时间更短 比如说两秒钟 一秒钟 对吧 然后呢 把CMD中设置 你要干的活就可以啊 比如说CMD中我们设计什么呢 我们就因为RamDisk没办法 那个NFS没有办法 我们RamDisk可以 对不对 而RamDisk呢 我们说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人为的配置这两个东西 部署这两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两个东西 想办法先烧到我们的什么 烧到我们的nand flash的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呢 我们在系统启动过后 是不是在相关的位置上 读到这个相应的内存上 然后呢 我们在boot md 所以这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下来通过做实验的方法 去思考一下 当然了 后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看那个文档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基本流程 所以其实啊 总的来说呢 系统启动啊 那个系统移植呢 其实就这三个部分的一个具体配置 然后核心呢 就在于这个Uboot的一些常用环境变量 跟内核之间的一个衔接关系 就说Uboot跟内核之间实际上是有数据交互的 然后内核跟文件系统之间 是不是也有数据交互 对不对 因为它涉及到的 其实但是核心就是Uboot中的这个什么 这个参数 boot args中 它涉及的 我们该如何去指定和如何去使用这些参数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移植的一个基本步骤